哈喽哈喽,欢迎们好,我是花田 听说马上就快到情人节啦 有什么小礼物可以装进盲盒里面送给亲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好朋友呢 来一起看看花田给闺蜜准备了什么小礼物吧 第一个呢是小公主 然后拆开了之后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透明手表 嗯,这个它有实用性了,我是很喜欢的 而且呢每次看手表都会想起我吧 嗯,来看一下第二个会是什么 来拆这个凉冰冰 我觉得呢这个小礼物呢非常适合现在的炎炎夏日 来来来,乍一看是一个水蜜桃捏捏了 实际上它只要在冰箱里面待一会就能变成一个降温神器哦 当没有冰箱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捏捏捏当一个解药玩具哦 好了,接下来呢是下一个少女星 这个呢我准备了一份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喜欢的 bling bling的指甲油 它涂出来的颜色呢很淡,但是呢又带着闪闪的转很漂亮 来来来,小熊把你的熊爪借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嗯,不错不错 好了好了,终于到达我最喜欢的一个小礼物了 小台风,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有点神奇呢 来看一下它会是什么 哎呦,还有零部件哦 就是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小风扇 但是呢神奇在我们这一台小风扇呢 是不需要插座,不需要电池的 它只需要你的手机来配合 来人压上手机,当你把手机固定上去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转动起来了 非常实用,而且呢方便携带 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吹风扇啦 哈哈,这个创业小礼物呢,我是很喜欢的 希望我的闺蜜也会喜欢啦 哦,对了对了 最后呢我要把这个盲袋的教程呢分享给大家 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左右对折 接着把底部晚上翻 然后呢像花田这样子操作 我们呢来做一个小袋子 当然你自己做的时候要细心一点哦 这里我为了赶时间做的有点马虎 好啦,这样我们的盲袋就完成啦 那今天就这样子哦,拜拜